HELLO 大家好我是Nik 那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四種 礦幣 那這個礦幣是 是屬於遊戲幣 遊戲幣嘛 之前有在挖那挖一陣他這陣子開始有出量 出量然後也順勢 爬起來一波 他叫 NEOX NEOS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目前的走勢 他目前這樣 上下震盪 那已經一跳跳到0.003 那接下來就在這邊 繼續震盪 我看喔 再過幾天應該會突破這個 0.003 那應該會衝過他的當初 上 交易所的價格 最高價 我看這很輕易就上去了 因為他這邊有出量嘛代表有人在這邊 買入 很顯然說因為接下來他有新的一些 遊戲要合作 邊玩邊賺 接下來他可能會出上市一個 要塞英雄 在這邊可以邊玩邊賺 這他這個遊戲看起來 也是 不錯的 畫風 這個遊戲我是沒玩過啦 不過看起來是應該是蠻多人在玩的 也算是一種 生存遊戲 那後續應該是應該是因為激勵他後續會上 這款遊戲還有新的這個項目還有持續的在 做更新啦 做一些串接 遊戲 可以 做到邊玩邊賺 那這個幣呢 以目前來看的話 他現在是 還有機會再往上攻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那個 KAS KAS目前他在 凌晨的時候他創的新高嗎 0.1548 其實他創的新高 他每次都在凌晨4點多的時候 創一個新高 那在 白天的時候就因為賣壓嘛 賣下來 但是現在每次的賣下來 幾乎很快就拉回了 也就說這樣賣下來 那很快就拉回了 等於說他下方都是有人在 支撐 持續的在買進 只要一砸下來 就持續再往上拉 再拉 再拉上去 就像這邊 這邊跌下來 又 整理一下 又往上拉 這邊跌下來 又整理一下 他這邊也是創高啊 有沒有 他這邊是創高 創高跌 跌下來 整理一下 這邊再跌下來 整理一下創高 接著就創高 對 所以你說他跌下來 他吃完再吃一波籌碼 又要再往上拉 再往上攻 攻到 0點 16 應該0.16 我看0.2這個月 真的很有機會 你說Ks 他 明年 上 一美金嗎 是真的蠻有機會的 很簡單就可以上到一美金了 按照他目前的 這樣的狀況 因為 币安跟 OE 還要持續收籌碼 才有辦法 建置 現貨交易 好那 這是 Ks的 分享 那我們來講 DNX DNX在昨天的時候 突然拉了一根 一路往上 漲了大概30%吧 漲了30% 到現在 他可能會回落一點 在這邊再震盪 震盪一陣子 接著再持續往上攻 我是看好這個幣應該是很有機會上 3美元到 5美元之間 很有機會 因為你看他已經突破這邊的高點了 沒錯嘛 突破這邊高點了 整理那麼久 整 這個時間是什麼 8月份 8月 初的時候 跌下來 然後拉上去 再跌下來 就往上突破高點 那可能在這邊整理 然後就再往上攻 因為他這邊 也是有亮人的 那他 昨天發佈了一個 BD minor 可以挖他的幣 就開放有支援這個 幣種 好那這是 DNX的 歐序的看法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 N1XA 那這個幣呢 也是 會再創高 以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 一樣嘛 跟DNX一樣嘛 他這邊出量 往上拉 持續的 回檔整理 他應該是會在突破這個 4.012 4個012嘛 他現在是 5個0嘛 所以他其實他要突破這個 高點 其實不難 這高點 這高點突破之後 他可能又持續的在整理 整理證應該會到 這個點 目前這樣看的話是 是這樣沒錯啦 因為他們 他們也是有持續的在做更新啦 更新這個項目 就像是 他還要上交易所 那還在籌資中 應該是突破這個 高點之後 那教育所也差不多 準備要上了 好那這是這個幣的看法 那這個幣是call的 前幾天也有提到這個幣 那時候好像 那時候是在0.05這邊 那介紹完之後 他就 持續的再往上攻到 0.07 所以你說他 爬到0.1 應該也快了 你這樣爬升 他是屬於 AI幣 所以他爬升到 0.1 應該是沒有什麼難度 他這邊可能就持續的會做 整理 看一下 也跌不太下來 除非有什麼 利空的話才可能 會讓他下來到 回到0.05這邊 因為他0.05是支撐蠻 蠻大的支撐 那我們今天就追蹤這四個幣後世的 發展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感謝各位收看